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单身红娘是为他人相亲还是为自己相亲 在想自己暧昧解决呢 跟我介绍男朋友怎么想呢 我觉得这个就对我自己找的一项 可能就更加就是增加了很多的机会 聚焦三浓稍后播出 好 欢迎回来 今天我们要来说一说单身红娘 啥是单身红娘呢 随着社会竞争压力越来越大 大龄未婚年轻人成了一种社会的现象 那尤其是一些从农村来到城市里打拼的年轻人 他们在城市里找对象的时候 就遇到了一些问题显得力不从心 那我们的记者在调查中发现 有不少年轻人 尤其是从农村来到城市打拼的 这个大龄单身青年们 加入到了红娘的队伍当中 要说这自己的婚事还没有着落 就忙活着给别人介绍对象 到底为啥呢 我们来看看记者的调查 来自山东省合则市农村的王世文 已经来北京工作第四个年头了 和其他大龄未婚青年一样 每逢佳节被逼婚 已经30岁的他 自己也开始有些着急了 首先我这一块的话 在老家的话是有房子的 对 那其次就是在北京这边 一个薪资的话 最后能拿到手里的 也就是一万块钱左右 王世文认为 自己的条件在北京来说 虽然属于中下水平 但是承担起一个家还是可以的 王世文所说的 那个对的人是什么样子呢 二十多岁的时候 他觉得只要感情好就可以 但近些年 王世文对于未来对象的模样 在脑海中越来越清晰了 有个近户的话会好一些 我希望女生的话身高 就是不要太低 同时可能我会比较喜欢 那种胖胖一点的女孩 当然是微胖那种 对 看着会比较水利 王世文从没想过 找个人结婚会这么难 而且他身边很多 从农村来北京打拼的 大龄小伙伴们都觉得 结婚是个大难题 到底男在哪呢 什么样才是对的那个人呢 对方性格比较好 男孩都喜欢女孩漂亮一点 颜值肯定就很花痴吧 每个女生都是 就会希望长得帅的 然后我们上了这种 读过研究生了 希望这种女孩文化高一点 就希望找一个高一点的 在北京能够有这样一个 稳定的一个居所 可能是为孩子考虑 因为现代社会的一个 大环境吧 或者是说随着年龄的成长 人的话都会变得 更加的现实一些 因为城乡在经济上 还有在其他的各个方面 都有一定的差距 所以就使得乡村的人 在面对婚姻问题的时候 要面对更多的 更大的困境 比如过去呢 在乡村 可能只需要一定的 经济基础就可以结婚 但在今天 有的时候还要去买房 从县城或者农村 到北京这样的城市来 它需要打拼 比如说是这个大学毕业三年 和一个大学毕业三年左右的女生 两个加起来的工资 差不多在北京能有两万多块钱 好一点的可能会达到三万 人均一万亩 这个已经算比较不错的了 那这样的情况 在北京买房 其实说完了也是特别难的 如果想走进婚姻的话 要先买房后结婚 那这样就会把自己耽误了 因为你耽误的过程中 等到你买到房的时候 你那份感情还在不在 或者是感情是不是有变化 那已经是不确定的了 曹伟是一家婚恋平台的负责人 国内外会员目前超过三万人 他告诉记者 来他们平台相亲的 有70%都是北漂一族 而这70%中的70% 都是像王诗稳这种 从农村来一线城市打拼留下的 关于结婚男 王诗稳认为是有客观原因的 王诗稳觉得 在城市里没有资源 朋友圈也相对狭窄 结识异性的机会少 才是他们这些从农村来北京发展的 大龄未婚青年们的弱点 两年前曹伟他们婚恋平台放开了 红娘必须是已婚的这个标准 开始接纳单身大龄未婚青年 兼职做红娘 这让王诗稳这些人看到了新契机 如果说我没有去做这个红娘的话 那我的这个圈子 或者说我能接触到的这些资源 其实是很有限的 像我们这些人 这类型的人 可能还是相对来讲 也是比较传统和保守的 然后之前我就比较闭塞自己 好多事情就特别犹豫 然后出不去那个框 卖不去那坎 王诗稳告诉记者 现在越来越多来自农村 在城市打拼的大龄未婚青年 开始尝试兼职做红娘 期盼在这份工作中 寻找到人生另一半 目前他所在的这个相亲平台 500多位红娘里 他们这种单身的超过40% 200多名单身红娘中 有90%都来自农村 因为我做这个事情 首先我自己有这方面的一个需要 那我通过每次组织活动 和每次跟大家这种交流过程中 我就优先于很多人 我觉得这个就对我自己找对象 可能就更加 就是增加了很多的机会 王诗稳经常称自己是单身红娘 他告诉记者 近两年的时间 他促成结婚的总共有六对 还有三对在发展 这波和王诗稳同是单身红娘的 王朝爵 上个月刚刚找到了一生致爱 并且领证结婚了 就是认识一下先 但是实际情况好像并不是很顺利 他跟我介绍男朋友 然后介绍男朋友 我现在想自己还没解决呢 跟我介绍男朋友 怎么想的后来就这么见的 本来给别人介绍对象的红娘 王朝爵 却和被介绍对象李湘 看对了眼 王朝爵认为 这就是单身红娘 优势的充分体现 别看现在 李湘经常秀恩爱 认识王朝爵之前 这个北京姑娘 对自己的另一半 可有着一些硬性标准 李湘的这些条件 80%王朝爵都不符合 那么这个既不是金户 也没有在北京 购置房产的王朝爵 是如何打动李湘 让她改变了 对未来伴侣的选择标准呢 什么打动 陪伴 真的要转变一下自己的思想 你要把什么都放到第二位 把结婚放到第一位 很容易结婚 其实在王世文周围 还有很多像李湘和王朝爵这样 通过改变自己思想之后 结婚的大龄单身青年 这些活生生的例子 让王世文得到了启发 他告诉记者 现在他对自己 未来另一半的模样 开始有了一些调整 会是怎样的调整呢 王世文告诉记者 附加条件固然好 但也可能因为这些条件 而错过那个对的人 他在当红娘的过程中发现 这是很多大龄未婚青年 找对象难的另一个主要原因 现在的话 就是把这个 没有看得那么重 这一天就必须要 遵循自己的标准 所以导致我一直担着 就找不到合适的 作为红娘 牵线搭桥是本职工作 但王世文在一次次 相亲活动中 一头帮着会员牵线搭桥 一头也没忘了 从中寻找自己的另一半 今天也是很荣幸和大家 聚到一起去玩这个老人杀 但是也不要忘了 咱们的主要任务 还是通过这个游戏 对身边的人多一些了解 能够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人 活动间歇 王世文开始逐一 对会员们的想法进行摸底 其实活动开始没多久 王世文就私下偷偷告诉记者 他觉得自己对其中一位女生 很有演员 打算活动结束后进一步了解 没想到等摸底的结果一出来 已经有另一位男士先表达了 对这位女生的好感 虽然这位女生对王世文也有好印象 但是面对这种局面 王世文会怎么做呢 如果出于一个公平竞争的角度 去考虑的话 我不会放弃和这个女生 继续认识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身为红娘 工作职责固然要首先为会员做好服务 但是王世文并没有放弃这次机会 在这次相亲活动过去几天后 王世文借着回访了机会 打电话给那位女生 想了解一下对方与活动时 相识男生的进展情况 看看自己是否还有机会 喂 你好 喂 大家好 我是王世文 您现在感觉怎么样呢 还有什么是我这边需要去做的工作吗 我跟他见面之后 我觉得两个人不是特别合适 哎哟 这样啊 哎哟 那我是不是可以抽个时间请您吃个饭呢 行 好嘞 好嘞 行 好了 我看你刚才接电话有点小心分了 还好吧 就像上次说过的 然后我觉得他们如果能够继续走下去的话 我也会祝福他们 但是如果说没有 因为一些原因没有继续的话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的话 也是一个机会吧 我觉得可以尝试地去了解一下 大龄男女孤独漂泊是这个时代常见的痛 生存压力 社会转型 城乡差别挖掘出道道鸿沟 把适婚男女隔在了深沟的两边 那谁来为他们搭建雀桥呢 传统的红娘和现代的婚恋网 只能建设一些普通的木板桥 一些身患单身综合征的人 他们之间的距离就像高山峡谷 只有专业贴心的造桥专家 才有可能为他们建造理想的雀桥 单身红娘对大龄男女的心结 有着更透彻的了解 他们成为雀桥建造师 既能为别人缔造幸福姻缘 也能在这个过程中认识自己 改变自己 为找到可心的另一半积累条件 年味在哪儿 我们带您寻找那份家乡的味道 更多内容稍后播出 改革开放四十年致敬三农人 由中国农业银行冠名播出 经历过严寒和酷暑 生长出挺拔的伎俩 吸取了天地的精华 追求着丰硕的理想 汇聚其坚毅的力量 绽放出大地的荣光 致敬改革开放四十年 影响和引领三农建成的三农人物 致敬平凡中的伟大 眼看着这春节是渐行渐进 传统年味也是越来越浓了 在浙江省胡州市长兴县 当地很多农民世代都是靠养鱼捕鱼为生 那这几天为了迎接春节 乡亲们都在陆续开网 打鲶鱼 吃鱼饭 喝鱼汤 热闹非凡 来吧 一起去感受一下 早上八点 长兴县三十余位村民 划着渔船开始将鱼网收拢 鲜活的大鱼瞬间翻腾跳跃 现场充满了丰收的味道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努力 乡亲们把满载大鱼的网拉到岸边 将不同类别的鱼 一一挑选至不同网乡内 进行分装赞村 村民刘云祥介绍 他承包鱼塘养鱼 也有五个年头了 去年春节打年鱼 他用了一个月的时间 共捕鱼五万多斤 今年同样是丰收的一年 预计比去年的产量要高 价格要好 今天大概估计的话 应该在三万斤左右 那然后这个收入呢 收入呢应该在十万 十五万之间 那现在就打到这里就好了 还有怎么样呢 打到月底还要抽水 把它鱼全部清干 到时候这个产量 大概有多少这个收入呢 大概这个核糖底下 应该还有十万多块钱 老刘告诉记者 每到冬季水温低于15摄氏度时 鱼儿减少进食 尤其是赶上春节前 正是最好的捕鱼季节 大部分养鱼的人 都会选择这时候捕鱼 每逢这个季节的时候 过大年捕大鱼 家家户户年年有余 往往此时 都会有经销商文讯 开着卡车来批发鱼 随着钓鸡的一起一落 一框框鱼被送上车 过秤记账 现场好不热闹 乡里乡亲也凑在一起分鱼 共同分享丰收的喜悦 经过一个上午时间 忙活了半天的乡亲们 聚集在一起 大伙共享鱼汤饭 庆祝丰收 鱼自然是必不可少的一道菜 在厨房里 村民范宝星 正在这里烧煮着 新鲜杀好的鱼 随着调料的加入 锅内的红烧连鱼 散发出的鱼香 在厨房间弥漫开来 热气腾腾的红烧连鱼 被摆上了桌 大伙伴纷纷拿起筷子 品尝新鲜的鱼肉 大家一年辛苦了嘛 鱼丰收嘛 今天收藏好嘛 大家一起吃鱼汤饭嘛 那怎么样这味道 鱼的味道 这味道很鲜美的了 辛苦啦 年年丰收 年年有余 鼠林又是都来帮忙的 所以今天去他们吃鱼汤饭呀 在这里 一直补鱼为生的 有这个习俗的 年底的时候嘛 年年分收 年年有余 这样的习俗 好 我们再来看 其他方面的消息 近日 深入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视频动员会在京召开 会议主要任务是 坚决贯彻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 认真贯彻落实 全国深入学习 浙江千万工程经验 全面扎实推进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会议精神 动员会上 福建 河南 广东 四川 甘肃等 五个省进行了交流发言 交流各地贯彻会议精神 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进展情况 研究分析存在的问题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于新荣 做了总结发言 肯定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取得的进展指出存在的问题 并号召动员组织各方力量 在全国农村 以村村户户搞清洁 干干净净迎春节为主题 广泛开展村庄清洁行动 努力打好今年农村环境整治第一站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 1月21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 从今年3月1日起 在海河 辽河 松花江和乾塘江等 四个流域实行禁渔期制度 从而实现我国内陆七大重点流域 禁渔期制度全覆盖 和我国主要江和湖海 修禁渔制度全覆盖 据了解 长江 淮河 珠江 乾塘江流域禁渔期 为每年3月1日至6月30日 禁止作业类型为除娱乐性游吊和休闲渔业以外的所有作业方式 海河 辽河 松花江禁渔期为每年5月16日至7月31日 禁止作业类型为除吊具之外的所有作业方式 国办关于加强长江水生生物保护工作的意见 和三部门进补方案都明确提出 要率先实现保护区全面进补和重点水域长年进补 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 从今年开始 我国还将分阶段在长江流域实施长年进补工作 2019年完成332个水生生物保护区的渔民退补工作 今后全面禁止在保护区内实施生产性补牢 2020年完成长江干流和重要支流的渔民退补工作 据了解 此次国家通过补偿制度引导渔民退补后 保护区今后将永久全面进补 而长江干流和重要支流保护区以外的水域 国家暂定实行为期10年的长年进补 另外从今年2月1日开始 还将停止发放刀鱼 凤尾鱼和大闸蟹的专项捕捞许可证 禁止上述三种天然资源的生产性补牢 临近春节辽宁沈阳本西盘景的年货大吉越来越红火 吸引四面八方的消费者逛大吉品年了 品种很多的 这有的好像在超市还是没有 也翻过年了 年一下就吃了 相对于城市里的超市 这里是原汁原味的东北民间集市 虽然离春节还有近半个月 可当地的年货大吉 已经呈现出即日的火爆情景 交易额比平时增加了数倍 平时都会让在一千万两千人准位 现在能达到五千人准位 造化大吉 每天人流能达到四五万人 一天交易量能突破五百万左右 农民把自己家种植的 这些绿色的蔬菜 水果 养殖的奔鸡 奔鸡蛋 野生鱼等等拿过来卖 手里边有赋予的钱了 过一个小肥年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节目信息 请您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 农事网 农事网官方微博 微信 移动客户端 也可以通过央视网 查询浏览我们的节目 也欢迎大家关注 去郊三农栏目的官方微博 微信给我们留言 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 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去郊三农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